打开木箱 取出各种部件摆放在一起 将入料盖和电机盖固定螺栓松开 并用月牙型专用扳手将锁紧摩擦片的大螺母放松 然后再将提升机的底座固定 调节四个调节脚水平定制平稳 一 安装底座两侧上部的连接板与树板 每个部件有唯一的对应编号 用连接杆将两侧连接板与树板相连接 连接杆的固定螺栓为M10x25 2 科学物 2 科学物 3 科学物 想采用 4 科学物 3 科学物 Fatal 3 科学物 3 科学物 3 科学物 装好两侧竖板,再安装上部转角部位一对侧板,然后安装上部水平位置的一对侧板,每块板之间都在同一水平线上,然后将一个带有胶圈的链轮放在侧板最前端,带胶圈链轮放在左边,即链条安装时有大头销钉的那一边,用螺栓固定将其余两个链轮放在对应的位置上。 3. 安装链条 将整个机架及链轮装好后可以开始装链条 链条有两个规格,1号与2号 1号链条,有大头销的那条,装在提升机前进方向的左边,2号装在右边 先提翼端,顺着机架上的倒槽自上而下穿入链轮,然后自下而上穿入主动链轮及张紧链轮,指之完形闭合 然后用连接杆将其连接好,用同样方法安装第二条链条 特别提醒,请注意,当第二条链条到达主动链轮时,请将两条链条的销轴对齐 图6、图7,放入主动链轮中,否则两个销轮会不平行,会使撂斗倾斜 两条链条装好后,调整张紧螺栓使链条松紧适中,并且两条松紧要一致 用手将链条拉动,感觉轻松运转,没有卡死现象,否则要检查链轮的安装及配合情况 4、安装料斗 链条装好后,就可以开始装斗,如是装斗的方法及方向 装斗时,采用间隔安装,连续装上十只左右时,将链条向上拉动 把装好的斗送到提升机顶端水平位置,再继续装其他斗 这样好处在于,不会连续装斗时,上部太轻,下部太重,造成料斗自动落下,产生危险和损坏料斗 将锁油斗装齐后,请先不要锁紧摩擦平螺母,将电机通电后确认正确的转动方向再锁紧螺母,否则亦造成反转而损坏链斗 通电后,用点动布进方式转动几下,确定5卡链条时可连续运转,同时检查运转是否正常或有异常响声 5.安装门盖 先将电机罩及入料口盖重新装好 再将上下门盖及前后保护盖板以及出料斗装好 这样机身就装好了 2.安装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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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6.震动机安装 把震动机的四个减震胶对准机座上的四个小孔放下,装上螺母即可 接着将储料斗安装在支撑架上,这样就完成了提升机的整个安装过程 2.安装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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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